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艾薇20分钟快速上菜 但是今天为什么是我来呢 原因是因为最近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 大家都在家里吃饭 也不太愿意到外面里吃饭 可是大多数的单身汉 或者是胆肌的家长 那他又要忙于工作 那又不回来说要怎么照顾自己的小孩子呢 所以我今天就来示范一下 其实在五分钟里面呢 你就可以吃到一个非常营养的晚餐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今天呢我这边有两个料理包 一个料理包呢 是泰式的奶香的红咖喱 一个是泰式的奶香的绿咖喱 那我决定了今天呢 要来吃红咖喱 那基本上来说呢 在家里面你要做什么呢 只要第一个也要煮饭 你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要到外面买饭 那我实在是建议大家的 既然都要在家里吃的话呢 就尽量来吃米饭 而且米饭呢 可以帮助很多朋友 那么洗米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虽然呢不太会做菜 但是洗米我倒是很厉害的 一般来说呢 那这个米啊基本上要四次 那尤其我们今天是用 所谓的泰式的嘎酒 我比较建议呢 是用泰式的香味 或者长鲜米 我比较不再诚 就是说我比较喜欢 就是说用这种圆着米 我们台湾的这种的 蓬莱米 它这样的话比较稀 所以蓬汁会吃起来的时候 就比较软一点 所以呢我现在呢 就是请你们呢 在家里面呢 简单的先煮软饭 甚至说你在上班之前呢 你就会煮好 然后呢加一点点的配料 这配料呢很简单 这个大概是三分钟 然后那个这个大概也是三分钟 然后那个这个大概也是三分钟 然后加一点点蔬菜就好了 那么这边呢 我也准备了 特别准备了一个牛奶 这牛奶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你可以调整辣度 后来呢就是说 你拿加热这个料理包呢 加热的时候 你可以混合在里面 你的感觉和这个感像 而且吃起来 它会更有甜蜜的感觉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呢 我们要来加热呢 我们也有三种方法可以加热 第一个呢 你可以加入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当然微波炉里面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 把准方还进去 至少要打开来 放在实的容器里面 加热 后来呢你可以在煮饭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煮饭呢 一边煮饭 你可以放在你的饭 上面 好 那么等你那个 回到家里面呢 这个其实都已经 可以准备 可以开始食用了 第三个 当然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方法 你用一个锅子 把加热 然后在加热当中呢 把这个一起搅进去 那你就可以开始享受 五分钟之内 就可以享受到晚餐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厂品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我已经吃完了 大家看一看 咖哩还剩这么多 所以基本上呢 那一包的 胎式红咖哩 它重量是250公克左右 基本上来说 应该呢 我实际的测量 应该是两碗饭 配一包是刚刚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的食量 不是那么大的话呢 其实足够两个人吃的 但是呢 请记住 吃咖哩饭呢 你一定要会料理 什么叫料理呢 就是说呢 我们平常呢 在外面买的那个 这个料理包啊 它都教你说 把它混在饭里面 然后进围锅加热 其实那是最不好吃的吃法 我比较建议的是 我们刚才用的方法 饭先准备好 然后呢 咖哩包 独自去加热 然后呢 再来 或在饭上 或是用淋在饭上 或是呢 一边吃 一边 一边 一边加咖哩酱 那么剩下的咖哩酱 你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觉得 我非常推荐的是 你去买一些印度的烤饼 直接这样沾着吃 非常有印度菜的风味 第二个 你也可以拿发布面包 直接沾着吃 很好吃 好了 今天的五分钟料理 就到这边了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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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